我是来自eZtech的产品经理钟宇成 然后我旁边的两位是我们的软件工程师 张晓阳和周琪 那么咱们今天的demo分为两部分 一部分是我们新一代这个可进化的ECS 另外一部分是我们新一代这个面向应用的多云管理平台 EMS Multi-Cloud Service 那么首先我给大家简单要介绍一下我们公司 OK我们公司是成立于2014年 那么目前呢成立五年来我们已经完成了五轮融资 我们主要是致力于基于开源技术的产品化 那目前来讲的话我们是国内最大的开源技术的这个云计算产品公司 目前来讲的话我们已经有超过500家的这个大型的企业及客户 覆盖了各行各业 那么我们也一直致力于在OpenStack基金会里面 为我做出贡献 我们目前是整个OpenStack基金会的环境会员 也有多名这个成员 多名同事在OpenStack基金会里面担任这个比较重要的职务 首先我给大家简要对比一下这个传统私有云和这个下一代的这个私有云 那么传统私有云其实大家可以知道啊 就是第一代私有云在08年到14年左右 它更多呢是底层适用的这个虚拟化技术 然后上层呢直接拿这个传统的这个云管平台 也就是CMP充当这个控制平面 那么从大概是从2015年开始到18年这个几年期间呢 可以理解为是第二代的这个私有云 这个这个期间它的一个主要特点是 你可以理解为是一个软件license时代的一个AS 然后呢更多的是有点类似传统企业及这个软件license销售的模式 有一定的这个PaaS能力 但是PaaS没有形成统一的一个标准 那么右边呢是我们定义的一个新一代私有云那个架构 那么这里面有几个特点啊 首先这个AS层面它需要是可进化 那什么是可进化呢 就是能够持续不断的升级 咱们可以对比一下公有云 咱们公有云大家是不用关心底层架构的 也不用去关心它的运维 因为它持续在迭代 持续在更新 持续为用户提供最新的这个用户体验 和最新的这个技术的一个创新 那么私有云更多的相对来讲是一个稳态的孤立的 所以说我们希望在私有云里面也达到这一点 另外更重要的一点是 未来将是一个私有云跟多云共存的一个阶段 所以说呢我们未来也会 我们现阶段也在致力于 开发我们的这个多云管理平台 那么今天呢也是我们Tag Review的一个阶段 这是我们新一代这个ECS V5 它的一个架构图 这个架构呢我们其实在18年的7月份 我们在推出我们的ECS Stack 这个超融合产品的时候 其实就采用了这个架构 但是直到今天呢我们才第一次 把这个架构详细的给大家做一个阐述 做一个分析 那么可以看一下这里面最核心的一点是什么呢 是底层的这个EOS 也就是这个Supervisor K8S这个Cluster 它起到什么作用呢 它是把所有的这个平台层面的服务 做了一个容器化 以及提供这个编排升级等等相关的这个能力 那么同时我们在底层支持这个EOS的架构 我们可以 现在我们支持两种主流的架构 一种是X86的架构 一种是ARM架构 X86包括英特尔 ARM 以及我们的这个合作伙伴 海光的这个CPU芯片 在ARM架构呢 我们支持这个国产的这个飞腾芯片 以及这个华为的昆盆 基于昆盆芯片的这个服务器 可以说目前国内 做到这个兼容度的 我们是第一家 然后上层呢 是可以从两个视角来看 一个是这个管理员视角 一个是这个用户侧视角 那么用户侧视角呢 传统的虚机还在 那么基于虚机 虚机构建的这个 GEST的这个K8S集群 这个是面向用户的这个云原声音用的 那么目前我们也计划去 把底层这个K8S EOS 这个Supervisor这个集群能力暴露出来 提供这个NativePod 给用户使用 那么在控制屏面这层呢 也就是右侧这些 我们将整个控制屏面 做了一个拆分 将不同的这个类型的 这个控制服务 拆分到了不同的K8S 这个Namespace里面去 比如说我们的ECS 基本上就是 各种各样的这个 OpenStack这个组件 ESS这层呢 是我们的这个staff的 这个分布置存储 然后包括K8S本身 然后我们的这个监控服务 右侧呢 是我们的这个ECS 自动化中心 它负责整个去把 整个容器化的这个平台 推送部署出来 同时在部署完之后呢 它也会作为一个容器服务 运行到整个平台 这是整个的一个架构 OK 再总结一下就是 ECS整个它的一个几个要点吧 第一点 其实也是开过 整个下一代 私有云的一个特点 首先第一点 就是要简单的 这个部署 运维 以及这个操作 另外一点呢 就是频繁无感升级 这点非常重要 在私有云里面 一定要做到这一点 在新一代私有云 而且这个频繁无感升级 不只是对 这个业务系统无感之 而且要做到 在升级过程中 你的控制平面 你的云平台服务 也持续不中断 还有一点是可进化 这个可进化 跟升级不太一样 可进化的意思呢 更多的是指 这个架构层面可进化 比如像我们的ECS 这个超融合产品 它可以无分过渡到 进化到我们的 这个ECS云平台 未来呢 也可以进化到 这个多云的一个架构 同时我们在产品里面 第四一点就是 集成了两种架构 第一种是认认架构 第二种是 我们的这个解决方案架构 这个产品架构 从两个维度去理解 认认认架构 更多的是像 比如说我们对 硬件做了一个认证 包括RAID卡 SSD卡 CPU等等 所有的型号 做出了认证 更强调它的一个兼容性 那么解决方案架构呢 我们是把各种各样 第三方的这个集成能力 比如说SDN 这个散存储网络 散存储 包括这个监控服务 等等一系列 通过解决方案的形式 对接到我们这个平台里面 那么最后一点就是 需要对这个 EGO的 EGO架构的支持 包括刚才说的 X86和这个ARM 那么具体来看一下 整个的这个 这个平滑升级 它的一个实现原理 这个其实 它更多的是利用 K8S这层的一个 滚动升级的能力 所有的 首先第一点呢 所有的这个 控制平面的这个服务 都是采用多副本的一个架构 那么通过EOS 这个K8S控制平面 做一个统一的编排和管理 而且是能够实现 这种细利度的 滚动升级的策略 在这个升级过程中 你比如说 这个有三副本的 这个服务 在升级过程中 它是采用这种 滚动升级策略 然后在升级过程中呢 这个K8S这层的 这个LB工具 能够对流量 做一个实时的一个切换 保障这个服务不中断 那目前来讲的话 我们平台所有的组件 都可以做到 这个持续的升级 包括底层的分布存储 包括K8S 编排控制平面本身 以及我们的这个 部署工具 监控平台 以及这个云平台本身 另外一点 就是它这种架构呢 能够持续去引入 这新的服务 比如说我们要 引入一个新的组件 这个EVNMesh 这种组件 世界网格 那我们也可以通过 这种可进化的形式 把这个服务 加到我们整个平台里面来 再简单看一下 我们的几个平台的概览 这是ECS 刚才提到 它起到两个作用 一个是部署 一个是运维 在部署的时候呢 它实现一个极简的部署 它既能够部署 我们的这个超融合产品 也能部署我们的云平台 还能够部署 一套独立的这个分布式存储 而且不同架构 ARM架构 X86架构 X86架构 都能够支持 同时它在完成部署之后呢 它更多的是 承载一个轻运维的一个作用 它会作为一个平台的运维服务 在平台里面稳定运行 包括升级啊 扩容啊 以及节点管理啊 硬件管理 都通过它去管理 整个规模来讲的话 最大我们支持最小的 三节点的超融合部署 最大规模 现在没有限制 因为可以实现这个多极军的一个部署 这是EasyS啊 它刚才提到啊 就是它底层核心的一点 它是相当于是采用这个 GovernetXN的这个 OpenStack融合的一个架构 一方面呢 我们会 这个采用这个开放的标准 兼容OpenStack这个标准的API 同时也会兼容 兼容各种各样的这个硬件 从整个设计的理念来讲呢 我们一方面会 兼顾这个 这个传统这个虚拟化用户 它的一个使用习惯 因为传统虚拟化用户 它更多的是 需要对整个平台可控 各种各样的配置都能做 一方面要兼顾这些用户的 一个一个诉求 另一方面呢 我们也会去参考现在 新一代这个云 尤其是公有云 它的一个极简的用户体验 通过这两条思路呢 设计出来我们这个ECS 这样的话 在使用的角度来看的话 我们能够满足 不同角色这个用户的一个需求 包括管理员 开发者 还有这个运位人员 一会儿我们的同 我的同事会做一个 详细的demo演示 这是ECMS ECMS更多的是 承载我们这个轻运围 同时呢 它做一个数据化 可视化的一个展现 我们的目标呢 是让用户 就不需要成为一个云的专家 就能够轻松去运为整个平台 也不需要去各种后台的 复杂的这个命令行的一个操作 而且呢 我们这个监控平台 它不只是监控这个软件层面 它从底层的硬件 到控制平面 再到我们的分布存储 等等一系列 它都能够做一个 完整的一个监控 也是建立了我们 底层的这个开源 各种各样开源技术 以及这个用户之间 它搭建了一个桥梁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借助整个K8S 它非常强的一个自愈能力 实现整个一个平台的高可用 比如说控制服务 如果是检测的有故障的话 可以实时的一个实现一个自愈 借助K8S的一个能力 OK 这个ECS的简要介绍 就暂时到这儿 然后下面有我的同事张小阳 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这个EMS产品 大家好 我是张小阳 接下来由我为大家带来 我们EMS产品的Tech Preview 首先我们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 到底什么是EMS 以及我们为什么要做EMS 刚刚宇诚前边也提到 我们整个V5的产品架构 已经开始往拥抱多云的角度去演进 那其实在两年前 我们在整个技术架构层面 已经往拥抱多云的方向开始演进 我们整个EMS是基于整个V5的 微服务架构生长出来的 创新型的多云管理平台 它致力于成为 以应用为主导的高频入口 基于EMS上 我们去做了Service Catalog服务 它是我们底层微服务架构的 一层产品化的网上封装 那Service Catalog可以支撑 我们EMS平台的平台能力的横向扩展 以及第三方业务系统的接入 和第三方业务系统 云平台之间的统一认证授权打通 其实我们做EMS主要就是顺应当下 以及着眼未来 那当下企业中现有业务的复杂度 以及多样性决定了企业需要使用多云 来加速他们不同场景业务推向市场 这就意味着越来越多的企业将会拥抱多云 Gunner其实也表示到2020年将会有75%的企业 已经部署多云或混合云模式 这将意味着企业内部将面临 他们底层多云的基础设施 以及差异性API的复杂性的管理 要想在多云的基础架构下实现 云与云之间的相互互联 如果只是采用传统的云管 其实反而会增加他们的IT管理的复杂度 那我们的EMS是面向业务 面向场景以及面向应用的多云管理 我们的多云管理模块 会支持不同架构的云接入 我们异构平台 比如说公用云 私有云 以及私有云部署在X86 ARM平台上私有云 异构平台云环境的接入到EMS 进行统一管理 构建统一资源视图 其实传统的云管他们是面向流程的 面向计算网络存储 面向虚积的资源管理 这种管理依然是非常复杂的 那么我们多云管理 EMS多云管理平台 是面向 未来将会是面向应用的 面向业务的资源管理 这意味着散落在不同云平台中的资源 都将携带着各自的标签 那在EMS的视角 会把根据标签 根据业务场景 把这些散落在不同云平台中的资源 构建统一的资源视图 总而言之 EMS不是为了多云而多云 而是为了应用而多云 那在未来 我们的EMS平台管理好多云应用 也将是我们的目标之一 这是我们EMS产品的 现有技术架构的Type Preview 可以看到底层有 基于我们微服务架构 使得EMS可以 在多云管理模块 去接入 易购平台的云 以及公用云环境 在多云管理模块 我们支持统一的资源视图 统一的认证 统一的云计费 以及多云的监控 基于服务目录模块 我们制定了 统一的子服务开发标准 可以基于这个 服务目录模块 我们来扩展软件基础设施能力 应用中心能力 以及第三方业务系统的接入 软件基础设施 基于我们可以 部署在任何平台的 EKS EKS集群 来支撑上层 软件基础设施部署 软件基础设施 来支撑 来更好的支撑上层应用 而我们这个微服务平台 通过服务目录 也可以扩展出 类似于DR 融灾 备份 等等能力 我们在产品化方面 也有一些 特性 比如说有两个维度的资源展现 基于应用的 基于资源的 然后支持 异构资源池接入 同时我们 还去兼容 Legacy的应用 以及 以及 容器化的应用 那接下来 会由我的同事周琦 具体的去演示一下 前边宇宙所讲到的 我们现在整个 ECS ECAS ECMS 以及EMS 整个产品线的 Lab Demo 谢谢大家 OK 我也非常感谢 那个 雨晨跟小杨刚才的分享 其实 下面呢 就由我来为大家 进行一下 我们ECS 新特性 以及我们整个EMS系统的 一个 Demo 那我们知道 其实我们EMS的 主要目标 刚才小杨也讲过 可能是为了解决 我们在多云管理方面的 一些个难题 那多云管理的话 我们有可能会 会导致 每个云分布在 不同的地方 我们可能没有办法 有一个统一的视图 来看到这样的 云资源的一些 使用情况 那么所以呢 我们首先看到 是我们一个 多云概览的 这样的一个功能 多云概念呢 其实主要目的 就是为了解决 刚才我讲的那个问题 我们可以把 所有的云环境 云的信息汇集到 汇总到一个 统一的界面 进行展示 我们可以看到 目前我们支持的 有 WMware OpenSec 以及AWS类型的 云环境 那我们可以通过 这样一个统一视图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总共的 WMware有多少套 云环境 然后OpenSec 有多少套 包括AWS 有多少个region 这样一个统一的展示 而且在下面的时候呢 我们也可以看到 整个资源的 一个使用情况 包括它的一个 一个云主机的概况 有多少个台 就是某一个环境 总共有多少个云主机 然后运行有多少台 包括停止有多少台 另外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整体的一个 资源的使用情况 这是一个大概的展示 另外在最下面的时候呢 我们同样展示了 一个就是 物理节点的 一个健康状态 通过这样的一个 整体的这样的 一个概览视图 我们都可以监控到 分布在不同的云环境 它的一个云的 一个总体的一个状况 另外我们EMS 其实比较有 特点的一个功能 是它的标签服务 我们可以给分散 在不同云环境中的资源 打上标签 这样的话呢 我们可以通过 标签服务这样的一个功能 把所有分散 在不同云环境中的资源 通过统一的 试图展示出来 这样方便用户 从不同的角度 不同的维度 进行这样一个资源的查询 另外我们可以看到 中间我们还支持 这样的一个 TOP应用 其实这个东西就是说 我们可以 用户可以通过 这样的一个界面呢 了解到 现在使用或者下载 用的比较多的一些应用 有哪些 那么点进去呢 其实可以看到 这个具体应用的 一个详情 另外呢 还有最后一点 比较重要的是 我们支持这样的一个 容器集群的管理 就是所有运行在我们的 云环境中的容器集群呢 都可以展示在这边 我们进行一个 统一的管理 这其实就是我们一个 多云管理的一个概念页面 通过概念页面 我们可以 很方便地掌控到 不同云环境 它的一个运行状态了 包括它的资源使用情况 等等一系列的信息 这样有一个统一的展示 方便用户 或者运维人员 有一个统一的把控 另外一个模块 就是我们的 多云管理模块了 其实多云管理模块呢 其实是我们整个 EMS的一个基础 因为所有的云环境的接入呢 都要通过 我们的多云管理模块 那我们在多云管理模块 首先看到是一个 资产概览 那这个资产概览 相比于刚才的概览页呢 它其实是一个 更详尽的信息 在这边进行一个展示 我们可以看到 资源的一个计算资源 存储资源 包括它的网络资源 的一些使用情况 都可以在这边 进行一个统一的查看 包括这些云主机 有多少个了 有运行的有多少台 停止有多少台等等 都可以通过这样一个 资产概览页面 进行一个详细的查询 这样是我们一个 资产概览的一个功能 另外呢 我们在设置页面 可以去添加 这样的一个云环境 比如说我有一台 新环境 我怎么样把它 接入到我们的EMI平台 纳入到我们EMI平台管理呢 那其实这边 我们有一个 有一个环境配置的 这样一个选项 在环境配置这个里面呢 我们可以直接 动态的新建一个云 点击新建按钮 填入对应的参数 包括它的用户名 密码 防御地址 那么我们就可以把 我们这样的一个 云平台 接入到EMI的管理当中 包括我们现在 目前支持的几种 VMware 包括AWS了 都是同样的逻辑 我们只要 填入对应的认证信息 就可以把我们这个云 纳入到我们的 统一管理当中 那其实这就是 我们的一个 多余管理模块 另外还有一个 比较重要一点的是 我们多余管理模块 支持控制台 这样的一个功能 因为其实我们 可能都有这样体验 比如说我们有 很多的环境 我们可能都需要 登录到 打开不同的页面 进行不同的操作 非常的麻烦 而且不是很便捷 那么考虑到这一点 我们设计了 一个控制台功能 其实把这边 所有的云环境 都以卡片的形式 展示在这边 包括它的一些状态 都可以在那边 进行一个简单的查询 它是不是健康的 是不是异常的 都可以通过 这个界面看到 然后我们点击这个 点击这个云环境之后 就可以直接进入到 我们这个控制台了 非常的方便 我们可以看 直接一键就可以切换到 我们这样的一个控制台 进行这样的一个 具体的操作 那么现在我们 其实进入到 就是我们的ECS平台了 那么ECS 刚才宇晨也讲过 同时宇晨讲过 它ECS 其实有三个主要的模块 一个是我们的自动化中心 一个是我们的云控制平台 还有一个云监控平台 那云自动化中心 它的主要功能呢 其实就是有两点主要功能 一个是呢 把我们的云部署起来 那么现在当然是支持 将我们的这个ECS 部署到不同的体系架构中 包括我们的像X86 或是ARM平台 都可以通过我们的 这个自动化中心 进行一个部署 那部署完成之后呢 那么我们EC自动化中心呢 同样具有一些 轻运维的一些功能 比如说它的 我们可以进行一些 这些许可信息的展示啊 包括它的环境配置信息 我们都可以通过这边进行配置 另外你一个存储配置呢 也可以调整它的一些 存储的一些 数据平衡策略了 包括它的硬盘离间超时时间 我都可以通过这样一个界面 进行一个配置 另外呢 我们还支持一些高级配置啊 就是比较重要的一点 是我们可以去对接 第三方的商业存储 那点击对接这个之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只要 只要添加一个 对接第三方商业存储 这样的一个包 那么就可以把这个 将第三方存储进行对接 这样我们一个对接 第三方存储的功能 除此之外呢 我们还可以支持它 对接我们的第三方系统 比如说第三方的SDN啊 都可以通过我们的ECAS 这样进行一个 自动化中心 进行这样一个操作 另外刚才 我们强调我一点 我们ECAS其实具有一个 非常非常强大的功能 就是我们平滑物馆升级 包括它的一个扩容功能 我们都可以在这边 可以看到 首先这一个是一个 我们的平滑物馆升级啊 平滑物馆升级 就是说通过这样一个 鱼环境的升级呢 就可以导入对应的升级包 就可以把我们这个 这个东西升级到我们的 一个最新的一个版本 那这样其实是平滑物馆 对用户来说是无感值的 另外一个就是说 我们的云控制平台的 云控制平台 其实就是我们的云基础架构了 这个云基础架构 其实对于 就是说一个 提供一个资源的操作 它其实提供两个方面 一个是管理员的资源操作 一个是普通用户的资源操作 那么管理员的资源操作 其实说只要把一些资产的信息 还有一些配置信息 你可以纳入到 让管理员进行统一的管理 那控制台的功能呢 其实是面向普通用户的 普通用户就可以通过 这样一个控制台的功能 去进行一个自服 比如说创建虚拟机了 等等一系列的其他的操作 而且目前我们在 创建虚拟机的时候 其实是支持GPU 这样的一个功能的 然后讲完之后呢 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模块 就是我们的一个 云监控平台 因为其实对于用户来说 云平台的运维 其实是非常难的一个问题 那么现在呢 我们可以可以有这样的一个 云监控平台 那云监控平台 其实支持我们这样的一个 刚刚这个是一个切换功能 我们可以把我们这个 云平台动态的切换到 不同的一个界面 这样一个比较方便的 一个控制台的切换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 云监控平台 这个云监控平台 我们可以通过这样一个 云监控平台 查看我们整体的 一个平台的运行状况 这非常的简单和方便 我可以看到整个的 包括它的一些个 物理资源使用情况 虚拟资源使用情况 包括所有的服务运行状态 都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 云监控平台进行一个展示 包括它的一个监控告警 包括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整个的监控告警 如果云平台出现问题呢 会告诉用户 有一个监控告警 那么而且呢 我们可以提示用户 采取这样的处理方法 因为我们整个的 ECS平台是具有 很强大的自愈能力 所以基本上的处理方法 我们都可以通过 自愈的这种方式 自愈的这种方式 进行一个修复 后面呢 其实就是一个 可以我们看到 这样控制服务的一些状态了 包括存储集群的一些状态了 都可以通过我们的 这样一个平台 进行一个展示 好 那其实刚才就是讲了 我们整个的ECS平台 包括它的一些新特性了 那我们看一下 整个EMS平台 我们EMS平台 刚才小杨也讲过 我们可能是以应用为中心 我们目前支持 将不同类型的应用 像我们的容器应用 虚拟机应用 部署到不同的平台之上 那我们看我这种应用 其实非常丰富了 包括Apaq 包括其他的一些数据库服务 都可以在这边 进行一个展示 我们可以选择一个应用 然后选择对应的云平台 就可以把我们这样应用 去部署到不同的云平台之上 可以选择 因为我们只要纳入到 管理之中 都可以部署上去 最后一点 就是说我们除此之外 还提供一个 软件技术设施能力 比如说我们的数据库 和大数据 其实都是我们的 一个软件技术设施服务 我们直接可以部署到 部署出来一个数据库 或者是大数据 这样的一个服务 来支撑我们应用的开发 为我们应用的开发 提供强有力的一个支撑 这是我们的软件技术和服务 另外最后一点 其实最重要的 想要强调的 就是我们的服务目录功能 服务目录功能 其实是说 为我们的EMI平台 它的一个可演进性 和可扩展性 提供了一个支撑 我们只要是所有的服务 按照我们的模块进行开发 就可以导入到 我们的EMI平台 一键起火之后 在上导航 就可以看到我们的 这样一个应用 非常的简单和方便 这样实际是 我们可以和第三方厂商合作 然后开发出一些插件 放入到我们EMI平台之上 也是非常的简单和快便捷的 这样一个可扩展性 那其实这样就是我们 刚才我讲的 就是我们 对于我们整个的EMI平台 包括我们的ECS 一些平台的一些 一些简单的介绍 我们EMI可能致力于解决 我们在多运管理时期之后的 一些问题 那我们ECS平台呢 提供一个基础的软件设施 这样的基础的软件架构 这样的一个功能 那其实大概 我要demo就这么多 谢谢大家 OK 谢谢那个时间关系 咱们今天的live demo 就暂时性到这 然后大家可以在 线下再交流 好 谢谢 谢谢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